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今天要来看以西节书的第八章 主题是 耶路撒冷拜偶像及其刑法 被掳到巴比伦的第五年 就是西元前的593年 联方三十岁的以西节 于4月5号的第一次见到异象 就按照神的命令给悖逆的百姓 传讲了神的话语 并以象征性的行为将其显明 过了十四个月之后 他再一次被神的灵所提 在异象中看到了耶路撒冷圣殿的可证之物 本章主要讲述先知以西节 被神的灵带回去耶路撒冷圣殿那里 看见了四种不同的偶像崇拜 及邪教的活动 揭露了以色列人在耶路撒冷圣殿中 行的可证之事 这些事情都是对神的亵渎和背叛 引起了神的愤怒和审判 我们来看一道世界的经文 第六年六月初五日 我坐在家中 犹大的众长老坐在我面前 在那里主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 我观看见有形象仿佛火的形状 从他腰椅下的形状有火 从他腰椅上有光辉的形状 仿佛光耀的金金 他伸出仿佛一只手的样式 抓住我的一揪头发 灵就将我举到天地中间 在神的异象中 带我到耶路撒冷朝北的内院门口 在那里有触动主入偶像的座位 就是勒动忌邪的 谁知在那里有以色列神的荣耀 形状与我在平原所见的一样 本章开头所说的时间 是以西节蒙昭之后第十四个月之后 他再次见到异象 过去神吩咐他剃掉头发 现在都已经长回来了 所以在异象中 神抓着他的头发 在这里 犹大的众长老都去到以西节面前 因为大家都认定他是先知 神会透过他说话 以西节出道一年多 众长老已经确认了他就是先知了 在这时 先知以西节被神的灵带到圣殿 看见了四种不同的偶像崇拜和邪教活动 这些事都是对神的亵渎和背叛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四种不同的偶像的崇拜 五到六节讲到祭邪的偶像 第一种可证之事是在圣殿的北门内 有一个祭邪的偶像 以色列人居然在神的殿中供奉这个外邦神 显示了他们对神的不忠和不敬 祭邪的偶像 这个偶像是触动主路的 只能倾向偶像而带来神的露气 在偶像树立于祭堂的北面 主可见当时以色列人已经藐视神到何等的地步 他们会遭遇劫难 可谓咎由自取 值得注意的是 在惹动祭邪的偶像的座位处有神的荣耀 神的荣耀不会因着偶像的存在而消灭 在罪恶的地带 神仍然十足 祂的眼睛仍然遍杂全地 转向偶像而放弃神的人 仍然在神的监察之下 也在神的忍耐中 到了时候 这些人必须要接受当得的报应 七到十三节讲到动物崇拜 第二种可证之事是在圣殿的入口处 有七十个以色列的长老 在黑暗中用香炉烧香给各种雕刻的动物 这些动物是埃及人所崇拜的神灵 像是牛、鱷鱼、猫等 以色列人居然在神的殿中 敬拜这些没有生命的东西 显示了他们的愚昧和迷信 第十二节说 人子啊 以色列家的长老暗中在个人画像屋里所行的 你看见了吗 他们常说 耶和华看不见我们 耶和华已经离弃这地 这尖色的词语表示了 每个长老都在家中有一个房间 供自己偷偷地沉浸在他们的偶像敬拜 自信耶和华不在四周观看或是观窃 这是离弃神的人常用的借口 其实不是神看不见他们 而是他们因自己心里充满罪孽而看不见神 也忘记神的作为 任何人若心里注重罪孽 他便是自见强远 把自己和神隔开了 他看不见神 神却永远看见他 十四到十五节讲到自然的崇拜 第三种可证之事是在圣殿的北门外 有几个妇女坐在那里为达摩斯哭泣 达摩斯是巴比伦的植物女神 她每年都会死去然后护活 巴比伦人每年都在为她举行祭典 其中有一部分是哭泣的仪式 以求得她的庇护和恩惠 以色列人居然在神的殿中参与这样异教的仪式 显示了他们对神的不幸和不敬 第十六节讲到太阳崇拜 第四种可证之事是在圣殿的东门外 有二十五个以色列人背向圣殿 面向东方拜日头 日头是许多古代文化中最高的神明 代表了光明和权力 以色列人居然在神的殿中 敬拜这个在天上的被造之物 显示了他们对神的侵视和挑衅 我们来看十七到十八节的经文 人子啊 你看见了吗 有大家在此行这可证之事 还算是小吗 他们在这地变形强暴 在上惹我发怒 他们手拿枝条举向鼻前 因此我也要以愤怒行事 我眼闭不顾惜 也不可怜他们 他们虽向我耳中大声呼求 我还是不听 这四种可证之事 都是以色列人对神所立的约和律法的违背 也是对神所示的恩典和选招的万恩负义 因此神决定要离开他们 让他们遭受外邦人的侵略和掳掠 这对我们而言是一个警告 提醒我们要忠于神 远离偶像和邪教 否则就会失去神的同在和保守 总结本章的主要信息和对今日的信徒的启示和挑战 首先我们要认识到神是一位祭邪的神 他不能容忍任何形式的偶像崇拜 偶像崇拜不仅是指拜偶像或是其他的神明 也是指把任何的事物放在神之上 或者用任何事物来替代神 我们要时刻警醒 不要让世界的价值观 欲望 财富 名誉 关系等成为我们心中的偶像而远离了神 其次 我们要明白神是一位公义的神 他必定要审判罪恶 神不会被人的外表或口头上的虔诚所欺骗 他看通人心里的隐秘和邪恶 我们不能掩饰或轻视我们的罪 而要诚实地承认和悔改 求神赦免和更新 最后我们要知道神是一位慈爱的神 他愿意赦免悔改的人 并给他们新生命 神不喜悦恶人死亡 而喜悦他远离所行的道而活 我们要感谢神的恩典和怜悯 并顺服神的旨意和命令 活出一个敬谦和圣洁的生活 我们要记得神是圣洁的 他要求我们也要圣洁 不要沾染世界的污秽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得到神的喜悦和赐福 哈利路亚 今天的Podcast就到这里结束了 期待明天再相会 愿神祝福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